探歌 杂谈是 大家都打疫苗的话就OK啦 像美国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子 虽然有很多病例 可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打过两次疫苗了 所以大家在外面的活动都还蛮自由的 就是进入室内一定要戴口罩这样子 公共运输一定要戴口罩这样 其实台中已经加龄好多天了 然后就像我的教室里面 也有不少学生已经至少有打过第一季 所以我也觉得好像可以稍微再开放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上传课的时候 是大家都要拿木棍 拿个两边上课 有一些学生就跟我说 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安全 不会碰到身体 然后在交换午饭的时候 虽然木棍也会交换 但是木棍会喷酒精这样子 然后有学生就跟我说 老师拿木棍没有感觉 那戴口罩不行吗 已经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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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拿木棍喔 对 我就想说这样子 可以在更长一点的社交距离 然后也不要有身体接触 因为之前政府有民说 不可以有身体接触 不可以有木棍这么长 我们木棍是拿横的啦 比较像伐杆 不是拿纸的 拿横的 因为两个人手没有重叠了 所以两个人可以再离远 木棍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方式 因为男生他要学着移动女生 他再跟上女生 但是原本不管有没有木棍都是这样 男生要先给我们邀请 他感受到我们有回应 他再继续跟着走 或者是把这个邀请做完 所以一步这样才会完成 而不是男生自己走先的 然后我们真的去follow他 不是 所以我从来不说follow 我也不说leader 我都说男生跟女生 因为男生有男生该做的事情 女生有女生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其实是互相去感受 对方的讯号跟回应 所以没有谁跟随谁的这件事情 在我的教室从来不讲follow 那是一个很贬低女性的说法 所以现在换成一个木棍之后 其实就把邀请跟回应 非常的具现化给大家看 所以男生他要先学着木棍要移动 那木棍移动的时候 他会看到女生有没有跟着木棍一起移动 现在就是手动了身体没动 那就代表女生没有跟上这个回应 那他就不能坐得这么快 所以他要看到是女生有跟着木棍 是这样动 那他就可以跟着木棍一起这样动 所以其实我觉得木棍是 很好的练习方式 那有学生就跟我说 他这样子觉得感觉不到女生 我心中OS 那你抱女生的时候 你也什么都感觉不到 因为这都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东西 你都给你看了你还感觉不到 给你摸你还感觉到吗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也只能这样跟他说 其实木棍是很好 练习方式 具现了你们的邀请跟回应 但是有人不提就不提 而且还算了 所以反正等大家覆盖率高一点的时候 我再把木棍取消掉 但是其实我们前面做的那些动作的练习 虽然有些感觉好像跟探戈没有直接的相关 可是它是训练我们整身的协调性 尤其是像呼吸跟动作的配合 这个是协调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呼吸是一个能量的交换 所以你让呼吸放到你的动作里面的时候 会比较自然的显露出它很美丽 对 是这样 那的确我们并没有教太多的动作 因为说实话探戈也没什么动作 探戈就前侧后侧 然后PIVA换中心没了 所有的所有的所有都是这样子 而且前侧后又都叫做走路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走路跟PIVA 没有了 没什么好练 还没有了 那组合还是很重要 还是要练 还是要练 所以你怎么把这两个基本功变得很好 让它在不同组合的时候 都可以发挥它的功效 它美丽的样子 这是我们基本功的重要性 因为我上次有说 女生的工作就是要走站的美 走的美 转的美 讲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超难的 因为我们有他妈的十公分的高跟隙 所以男生有男生的难处 女生有女生的难处 我们互相包了 互相在心中盖条 这样子就好了 没有了 但是我们一直都记得 对方都有很困难的地方 那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 比方说我们可能南部就很难跳得这么好 因为要记很多舞趣 还要去观察现在的空间 然后还要听音乐来做搭配 这个是困难的 我们做不到 我们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们也要花很多的精力 才做得到 他们也是 那我们有穿高跟鞋 这个他们也通常也很难做到 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穿过高跟鞋 所以各有各的难处 那我们光要穿高跟鞋这件事情 就要奋斗很久 除非你平常就已经很习惯穿高跟鞋 你已经知道怎么去运用脚部的肌肉 亚洲就是有一点可爱化 亚洲都是好可爱好可爱 但是我觉得尤其台湾很严重很恐怖 连四十几岁的女人都在说好可爱好可爱 拜托你都几岁还在说好可爱 你应该是一个成熟女的好吗 哈哈哈 那就是该成熟就是成熟 成熟的美丽是一种样子 可爱的美丽是一种样子 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可爱的那个样子 所以大家要认清事实 年纪大就是年纪大 我们要做的是当我年纪成长的时候 我的经历我的修为 我的做人处事的态度 有没有符合我年纪的该有的样子 而不是我四十岁的时候 做事情还像个小孩子 那叫幼稚 那当然如果有少熟的小孩 我也觉得他们这个是成熟的 很懂 太快 很世故 也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三岁小孩如果跟你说 不是怪怪的 我觉得小孩子 现在的小孩子 长得太快了 一下子 怎么一下子就变长大了 所以有点颠倒 对不对 小孩长得好快 但是大人都 对啊 大人都装可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一件蛮糟糕的事情 这不行 我昨天下午去中科大的戏剧社 临时去指导他们 因为他们10月3号要演出 有一出音乐剧 然后他们就编了一小段的看过 然后指导老师是我的朋友 他就受不了 他就说学生自己编的 他看起来很奇怪 可是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就请我去帮忙这样子 那就是大概20出头岁 对差不多就20出头岁 就是小朋友 可是已经身体已经成熟 可是走进去 你就会知道这时候还是小孩 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 就开始帮他们转大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当然就是稍微讲一点点 有一点黄色的事情 但是没有很入乎 所以就是因为探哥就是一个接触的 要碰触的舞蹈 它是男生跟女生之间关系的舞蹈 所以提早认知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很重要 那甚至有一段的戏是 两个男生在抢一个女生 所以这个男生先带着这个女生 跳一个动作之后 他女生把他推开 男生再把这个女生带过去 又做了另外一些的动作 但是短短的大概十几秒 但是蛮精彩的 那我就跟他们说 我帮他们改别的这个动作 不是说非常的难 但是他刚好需要两个人 要真的很好地 拥抱着在一起 接触在一起 才有办法跳得出来 所以我就跟男生说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要想的是我的 这是我的女人 别人不能抢 你要有这个感受在里面 这个舞才会跳得好 所以昨天晚上大家就来粉丝专业留言说 老师好幽默亲切 然后帮我转大人 我不是过瘾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你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应该已经要可以成熟了 想那个汉潮年代 不是都那个十几岁就开始带兵出生 就已经开始做那么多伟大的事情 然后我们十几岁的时候 还要当个屁孩来就做了 所以是年代不一样 事宜如果你有碰的话 十月三号我是去看晚上 他们下午常留 是星期日 你有考试吗 十日三号 嗯星期日 所以是中科他们要比较有机会 对他们的戏剧成果发表会 是一个音乐剧 哦 在玩具岛 金城路靠近台湾大到哪 哦 我等一下再把购票资讯给你 你想去的话你就自己买票这样 好 那今天差不多是这样 有问题可以再问我 好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